我還蠻期待的 因為平常就喜歡一些療癒的小物 然後我有平常看到這個畫家的作品 覺得就是很幽默 然後又很可愛 所以我帶著一個輕鬆的心情來看展 最近就是要參加第二季的全明星運動會 所以就是正在密集的訓練 最近有點在過著運動員的生活 就是每天都在練習 對 幾乎是從早到晚 然後各種不一樣的運動都要接觸 那接下來新年你有什麼新年想 想像跟家人啊朋友一起過還是有什麼情況啊 新年因為現在防疫期間 所以應該不會出遠門 應該都是在家裡 或者是在朋友的家裡不會太多人 然後也會再進行更多的運動 因為很怕自己的實力跟不上其他的選手 國中的時候有參加過校技的籃球三對三 就是女生三對三的鬥牛 然後有參加大隊接力跟女子的短跑這樣子 第一名 不是啦 第一名 前三名 前三名 比較擔心的項目是嗎 游泳 因為我完全不會游泳 就不會這樣有參賽啊 對啦 但我怕會有那種需要接力之類的 我怕逼不得已需要我上場 我會有點害怕 因為我蠻怕水的 是有溺水過來的嗎 對 我還蠻常溺水的 就是 你還蠻常溺水的嗎 因為之前我剛好 還在歸根歸不掉 沒有到死掉的那種程度啦 就是小溺水 在游泳池就溺水那種 為什麼 太考慮了 我那時候也是拍戲 我要拍在五米深的泳池 然後我是要演溺水沒錯 但之前就是在要拍攝的前幾周 我有學游泳 然後學會了 我突然會換氣 那天都換得很順利 但要真正要拍攝的那天 我就覺得說 我可以從這邊咬對面 然後是五米深 所以我就一咬 然後直接溺水 然後主要救生員就來救我 然後救我說 我一直這樣邋遢 然後他也差點溺水 然後我在水有很大的陰影 一聽到正在要去錄的時候 是瞬間有個壓力在 然後就趕快把 就是其他還沒有看完的 那些節目把它看完 然後就哇 好多我不認識的運動 像什麼和球 健球 樂樂棒那些 都是我小時候沒有打過的 然後沙地跳遠我也沒有跳過 只有跳過立丁跳遠 就覺得哇 真的是很多要重新開始接觸的 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那一個禮拜大概做了哪些訓練 你說要錄影的 我自己去打了桌球 然後跑步打籃球和雨球 差不多就這些 有跟圈外一起 還有雨球 我有請教一位叫做餅乾 真的 對對對 因為她的雨球很厲害 所以她有幫我上一堂課 然後她非常有耐心 因為雨球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一直沒有做到她的要求 但她還是很有耐心說 沒有你這個角度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天我就把它評論為 最有耐心雨球的教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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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